1976年9月9日,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,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,是中国共产党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,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。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发布公告,从9月9日至18日,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致哀,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。 125个国家的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、议长等发来夜店,对毛主席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。 79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使馆调研,56个国家的政府和议会机构下半旗致哀。 9日和18日,联合国总部下半旗致哀。 9月10日,联合国安理会召开正式会议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,联合国第31届会议开幕时,特意为毛泽东举行哀悼仪式,与会140多个成员国代表其力默哀一分钟。 感谢观看